等過未來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昨天台股突如其然的 在聖誕節殺了一個100點 那市場驚魂未定之後 今天很快的整個行情就直穩了 那因為現在時間是大概12點左右 因為今天下午 正好時間要去看一家公司 所以呢就把錄影的時間提早到中午先錄起來 先錄起來 那到目前大概12點左右 那指數呢反彈大概70點 回到大概10,490點 大概快要接近10,500點 大概把昨天的一個跌勢收復了超過三分之二 當然成要量是比較小啦 因為 現在從聖誕節到元旦這段時間 基本上就是外國公司的新年的假期 大部分都放這段時間 所以這個量縮它是必然的 那但是指數不意外的出現一個反彈 因為昨天其實我有解釋過 為什麼昨天會跌了100點 就是因為市場傳出 大陸最多台商的昆山地區 因為那邊有很多河流的水質的監控 這個都不達標準 所以因為現在都重視環保 所以昆山的地方政府就發了一個函說 要求在這段時間未來半個月之內 可能要求一些廠商可能要先停工兩個禮拜 但是因為知識體大 那你不分情侶照白 有排废水的沒排废水的 有核標準沒核標準的 通通都停工 這就不合理 所以又造成非常大的反彈 連媒體都在罵 所以地方政府就趕快就說 那暫緩 那暫緩 那針對個案來做處理 但暫緩是後來 在一開始傳出停工 所以就造成了市場非常的恐慌 覺得停工這個事情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不分情侶照白 砍喔 股票就先砍 一砍 又觸動了所謂投信的結帳的賣押 所以呢那種危險瓶也一鬆動 那你先砍不如我先砍 就大家開始砍股票 就造成昨天跌了100點 就跌下去之後呢 其實它是一個外在因素 那也不是每一家公司 都在昆山有場 所以 欧北軟台 而且呢 又造成重碼的鬆動 所以很多其實無關基本面 就是一個消息面 引起重碼鬆動水股價就大了 所以我就說這種外在因素的 而且人家後來 昆山政府地方政府也這個 就是更正說暫緩 不停工 個案處理 所以就造成很多股票昨天被挫殺 所以我就說 通常這種被挫殺的 那最後 你怎麼下去又怎麼上來 那有一些是投信他在結帳 那你砍我砍 大家爭著砍 大家爭著砍 所以呢 這些股票現在殺下去 那 元月過後 其實很簡單嘛 今天投信 他要把年底績效做漂亮 所以這邊可能做一些 這個 結盪的動作 元月份 難道就不用買股票嗎 第一季就不用做績效嗎 國內要求投信 持股至少超過七成以上 所以今天賣掉股票 元月份還是要買回來嘛 他會買什麼 你今天12月份你賣掉股票 不就是你看好的標的嗎 所以你為了結帳 你賣掉之後呢 過了元月份 1月1號之後 你還是得買回來嘛 因為你會買的 還是那些股票 所以昨天 是一個烏龍沙盤 所以我就推估說 怎麼下去 他又怎麼上來 當然我不認為 指數會在那邊做一個 非常大幅度的V型反轉 因為第一個放假 這樣說 會有比較像樣的行情 會在元月份 但就短線來說 被亂砍的 那只要他的趨勢往上 比如說報價 他是漲價的 那缺貨 新訂單 新的客戶等等 這種新的趨勢 新的題材 那這種強勢股 因為短線的 非官本身基本面的因素 以及投信 短期作帳的籌碼因素 導致股價拉回 下去的速度快 上來速度也會很快 所以今天 到12點 3分 現在 那指數反彈大概6、70點 這個很正常 那 再來你說吧 昨天的白點 漲回來 我認為這個都沒有什麼奇怪 沒有什麼奇怪 因為 本來就不應該 跌成這個樣子 它卻造成短線股價的極點 因為它變便宜了 它就會引來一個投資性的買盤 買盤進來 籌碼洗完 換手完之後呢 再來 順勢又會再找回去 所以呢 再來我是非常樂觀看待 在 可能未來這兩三天 陸陸續還有一些投信結帳 可能籌碼 稍微你會覺得有一點亂 但是到元月份 我非常樂觀看待元月份的行情 那 很多股票 這個 將會非常的強勢 好 所以比如說 美琪碼 昨天呢 一度殺到 我印象中是跌停板還是差一點跌停板 好 那 我說它的漲價趨勢是不變的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在平盤 附近 再度買進 再度買進 103 再度買進 那到目前為止 的 時間是12.05分 最高漲到107.5元 那目前股價大概106 所以買平盤 其實 都已經有開始小賺了 小賺了 那昨天這一個呢 其實殺的冤枉 其實 根本無關 它的 任何基本面的因素 因為我說 漲價可期 漲價可期 最後回歸到正好是超版新法 產品漲價的 股價最標 毛利率向上的 股價最標 那產品漲價會帶動毛利率向上 所以EPS會呈現快速的成長 這種股價是最標的 那為什麼說美琪碼漲價可期 因為估價 估價再創75500美元的新高 那 過去大概三個多禮拜 漲幅超過兩成 股的價格 而且目前的收買價是 歷史的 最高最高點 那美琪碼呢 它的 鋰電池的電池材料 它其中一部分的原料來源 來自於股嘛 捏這些原料 那買原料的部分有簽合約 所以現貨價漲其實對它沒有影響 但是呢 右手 出貨給客戶 幫客戶做 電池材料的代工 卻可以 隨著原料價格的往上 去調整它的代工費用 同步漲價 所以實際上成本沒有增加 代工費用是增加的 所以就是漲價 所以11月份的營收 創了新高 12月份如果說我們不考慮 所謂的 可能庫存調整 那這東西其實我們身為分譯師 我們也很難預估到底有沒有庫存調整 調整有多多 不知道 但就報價的趨勢跟出貨的趨勢 因為Model 3就是Tesla 量產轉順 所以拉貨也增加 所以 應該 營收是相當樂觀 有機會再創新高 再創新高 所以這段我們是 買在87塊半 賣119 這段起來是賺了36% 拉回 持續再買 拉回持續再買 那今天買平安附近 一買 就 呈現一個小賺 那我認為就是說 這一根根本不該殺 所以怎麼下來 後面 隨著越來越接近 營收的一個 數字如果說越來越明朗 那報價假設 假設 估價 在這一天如果說再創歷子新高的話 這種股價 那很有可能就是 怎麼下來就怎麼上去 再去挑戰是新高 所以呢 元月份的行情 我相當的 樂觀看待 當然前提是你要買對股票 你要買趨勢對的 缺貨的 漲價的 應用面 大幅度擴大 比如說電動車 電池 或者是3D感測 或者是被動元件 就是說 市場非常嚴重的 供給不足的這種產業 那大漲小回的過程 那急速拉回 如果基本面明確向上 拉回你就是要買 所以你要一檔接著一檔 一檔接著一檔 所以呢 之前 我們是康控 買354 賣在550到560 賣完之後呢 跌到368做一個反彈 但是我就跟你說 康控都不急 都不急 那今天康控呢 美率持續賣 當然賣的差不多了 股價又壓回到382塊 那離這一波的地點368 其實只差十幾塊錢 所以呢 反彈的過程 那如果說你去追的 你又有第二次的傷害 所以這個股票並不急 要買 你來找我 我心中大概已經準備好 它的進場的價位跟時間點 我都規劃好 所以你要買康控 你來跟著我 所以股票你要一檔接著一檔 不是說 漲上去捨不得賣 跌下來才在殺低 或者是你說看到價差就一定要搶 不是這個樣子 因為股票要漲 有很多的要素存在 當它萬事俱備 它自然就會漲 當它這個條件還不具備的時候呢 即便是跌升 它都不見得會反彈 所以這邊還要再等 所以資金呢 我們就是一檔接著一檔 比如說康控做完 我們再去做綠勝 軟板上油材料 四天時間買25塊多 賣在34塊 大概賺了8塊 賺了31% 所以呢 康控最後一輪的操作賺了56% 那綠勝又賺了31% 那之後呢 就是 買了美琪碼 買在大概87塊半 賣在119 這一波上來是賺了31塊半 賺了36% 所以就做一檔 接著一檔 那 你才能很有效率的 把你手上的資金部位 的 運用的效率把它最大化 不是說買一檔就卡住 買一檔就卡住 那 你這樣子做永遠都賺不了 大錢 然後呢 上禮拜我們就預告說 我們要買 的是 送給大家一個 聖誕禮物 我說是 缺貨價漲價 是今年 最夯的題材 只要缺貨漲價 沒有一檔股票是不標的 那這檔股票就是利敦 禮拜五 送給大家的聖誕禮物 那禮拜一漲停板 39.4元 那禮拜五買34.9元 到禮拜一的漲停板 39.4元 兩天就賺了4.9元 賺了14% 非常強勢 到禮拜二早上開高 41元 全速獲利出新 那尾盤 因為大盤跌了100點 所以壓回到37.67元 其實當天就有3塊多的價差 但是我並不覺得把它買回來 所以34.9元 所以34.9元到41元 禮拜五 禮拜一到禮拜二 三天就賺了6塊1 就賺了17.4個百分點 我想這又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操作 那 今天還是非常強勢 那因為我說缺貨漲價的 基本上股票 都是最標的 所以鄭老師 長期 給大家一些 這個很重要的操盤的心法 那大家其實真的要學起來了 那這些操盤心法都是鄭老師 其實操盤心法裡面 其實就已經幫你點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今天利頓呢 又再度的拉上漲 那41.35元 其實已經比 昨天賣掉的41塊來得更高 但是呢 當然我們有時候操作上 留一點給別人賺 因為就短線來說 他的股價在一個相對高的位置 所以我們資金就開始 又去 操作下一檔 我認為空間會更大的股票 但是呢 再度證明就是說 缺貨漲價的果然都是最強的 鄭老師幫你挑的都是 強中之強的標的 強中之強的標的 所以康控完了 操作綠勝 綠勝完了 就操作美琪嘛 都是賺三成 所有的資金在轉造的綠墩 短短三天又賺了17% 而且呢 就像我說的 大陸越來越重視環保 所以很多呢 高污染的產業 比如說鋁箔的啦 比如說 被動元件一些材料 就鋁箔也算 比如說 PCB是高污染的行業 中的大陸 嚴控污染 所以很多的廠都不給擴 要嘛就到西部 到西北部去才能擴 所以才能吃緊 所以未來這些產業明年都非常好 所以 鋁箔缺貨還是看漲 那短線漲快 所以等到拉回 再找一次買點 所以資金先轉進新的標股 因為 我們 並沒有說 一定要一檔股票 賺到非常的保 賺到很多五成一倍 並不是這個樣子 這樣子其實並不容易賺大錢 因為你可能守著一檔股票 也錯過更多的標股 所以真的容易賺大錢是說 你要用333的一個策略 333的標股 一檔接著一檔 康控 兩次起來 賺了157% 之後轉到綠色賺了31% 轉到美琴碼又賺了36% 那轉到藥滑最高最高的時候賺了29% 那之後IET的部分也賺13% 轉到利敦 那 到昨天出清是賺了17% 所以一套資金 你要很有效率的一檔一檔接著做 那一檔一檔接著順的話 那個負利累積的速度 會快到你不敢想像 你不會相信說原來你100萬的資金在操作 可能兩個月你就可以翻一倍 所以 這樣的一個操作 其實 每個人都有機會被述獲利 所以你要一檔接著一檔 所以呢利敦之後 資金 我們絕對不會顯著 因為我手上有太多好的標的 那 今年最夯的就是缺貨加漲價 所以在利敦 三天 大賺17% 而且甚至今天還在漲平板 還在漲平板 代表這場式的選股 都是 最強勢的標的 所以用同樣的邏輯概念 同樣的邏輯概念 明天呢 會員要準備買進利敦第二 利敦第二 那 我只能跟你暗示 股價 建於50 到100元之間 是中價位 偏高價位的中價位的股票 同樣是 產業大缺 產品大漲 而且明年會持續的大漲 目前的法輪最新報告 現階段 毛利率大概 33 34% 左右 明年 因為漲價趨勢 上看48% 所以這個又回歸到 鄭老師說的就是說 超版新法 第一個守則333 33 34獲利 333的獲利可以賺一倍 第二個 財品漲價的最飆 財品漲價最飆 財品漲價 利敦第二 財品漲價最飆 第三 毛利率往上的股票最飆 因為毛利率 目前 大概34 明年上看48% 所以當初你去想一想 康控怎麼漲 毛利率從30跳到47 所以股價因此一路從200來飆 這個600塊 同樣的道理 賀利敦三天大漲11% 那大賺11% 明天準備率領所有會員 買進利敦第二 中高價位 中價位 偏高價位的 50到100塊的股票 那其實大家都還在買 都有辦法買 那 產品明年報價會一路大漲 毛利率會大飆 這種股票將會大漲特漲 潛在空間上看6成 不買 絕對可惜 所以這場是邀請大家 踴躍參與 明天將要大買的利敦第二 錯過利敦的 不要再錯過利敦第二 等等回來再聊 其他的股票 一般保濕品 只是表面補水 路德金釋放由內而外的保濕力 路德金水柏保濕您 大家好 我是鄭明君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改版囉 黃金 債券 基金 投資商品 最新的資訊 全部都在最專業的理財節目 只要錢長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資趨勢 請鎖定 非凡商業台 只要錢長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下午8點半 遙遠 是 愛 好 對 轉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喻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得到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我想整个市场最强势的主群 大概还是被动员线的 比如说利敦 礼拜一涨停板 礼拜二我们是高档初心 尾盘杀下来 那今天又开高震荡 走高来到涨停板的价位 真的非常非常的强势 那我们在短短三天之内 赚了17% 那因为它仍然是缺货涨价 所以今天股价还是非常强势 那但是短线 可能后面就留一点给别人赚 那我们会陆陆续续去买一些 可能还没发动或者相对位置还低的空间 更大的股票来做一个操作 所以一档接着一档 那被动员线的强势 其实这个是有道理 那比如说华欣科 这两天可能有一些投信结账的一个卖压 所以股价相对是比较落后的 但是它涨价是可以期待的 因为昨天国聚在下午的时候 在中国当中那边 那发了一个公文给他所有的客户 就是说暂停晶片电阻的出货 所以使得今天的国聚股价早盘一度冲高8% 差一点 毕竟亮灯涨停板 非常的强势 那为什么要暂停出货 主要就是因为他在那一集 给客户的一个公文里面 他有提到说 因为目前实际上的订单量 远比他们能供给的量 来得大的相当多 所以订单大于供给 所以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需要 所以先暂停出货 等到一定的时间之后 看状况 再来可能要做一个配给的部分 这个客户可能给你多少 那个客户可能给你多少 所以因为卖不够 所以势必准备要以价值量 准备再涨价 这是陈泰明上个礼拜法说的时候讲的 所以看起来 就是说国具势必要再度调整 AMC之后金面电阻的价格 也准备要涨 也准备要涨 所以实际订单员高于产能 那被动云件涨价势在必行 而通常国具只要涨价 那二线的像华兴克的部分 它是二线厂里面最大的 它就会跟着涨 那又回归到只要缺货 涨价 股价都最飙 所以只要大概这两天的股价相对落后 可能有一些投信的 也结账的一些卖压 小卖压 过了之后呢 该涨还是要涨 所以下礼拜回来 可能元月回来之后呢 我认为这个强势补涨的力道 成为非常的值得期待 知道华兴克跟整个被动云件 MVC的部分 我认为都相当相当乐观 那再来 非常看好的还有PCB 因为明年会有 非常大的缺货的机会 这波最高冲到27.15元拉回 因为这两天 昆山的问题 其实让PCB的股票通通拉回 但其实它根本没有厂在昆山 所以呢那根本就不该跌 所以怎么下会怎么上去 那AirPods跟iPhone的电池的 软硬结合版的订单的比重 又高于滑通 第四季的获利上海 1块到1块1 大概追凭滑通的获利水准 而目前为止滑通的价格 在38块多 盘通高点大概39块 大概45多 大概40块钱左右 那要滑的部分 这两天股价的拉回 那目前股价大概只有 大概接近24块 所以24块跟40块来做比较的话 那这个比较空间 是高达6成 高达6成 所以这个股票 我认为后面也是有 蛮大的一个爆发力 所以真的拉回的过程 其实你要买的就是这些好股票 那这些都比较低价 但是呢 正好是在帮会员 这个规划投资标的 我都会尽量满足 所有不同资金 大小的会员的不同的需求 所以高价的好的股票 所以高价的好的股票我也会挑 中低价位的可能强势的转息股我也会买 让大家都有比较合适的标的可以来做一个买进 所以高价股票呢 元月份我们锁定一档 元月份高价股的首选 短线整理三天 买进风险相当有限 但12月份因为出货量将会暴增 所以估计营收会创新高 而且那个营收的月增率会上看五成 而且出的是高毛利的产品 在12月份出货量大爆炸 营收月增的幅度会超过五成 那单月份的毛利率跟获利率 那会拉高相当大的幅度 所以这是12月份的营收 非常非常乐观的一家公司 所以很多公司其实在年底都会有库存调整 所以营收掉下来是普遍现象 但是若是有公司 在12月份营收不止传营高 而且传营高幅度这么大 到时候它股价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那第四季的获利商量五块钱 有高价股嘛 所以获利高五块钱 估计会创单季的新高 那因为这个月都是出高毛利的产品 所以推估第四季随着营收冲高 毛利率创高 那高毛利的产品又会带动毛利率 这个一路往上走 所以毛利率也渴望再创 再创这个同创新高 所以呢是营收暴增出货暴增 获利暴增而且毛利率创高的公司 短线股价又压回 那也已经非常接近元月份了 那我认为元月份高价股的首选就在这边 就在这边 所以呢喜欢操作高价股的 我想你就跟着郑老师来决定不会错 那比较低价位的 比如说利敦的部分 那到今天都还在涨清白 所以你不要怀疑郑老师的选股的功力 我帮你挑的都是产业 真的最夯的股票 可能是交期已经非常的长 那库存量安全所谓已经非常的低 产品的价格一路在涨的股票 这种股票是最标的 所以利敦之后 狂赫利敦三天大赚了11% 而且今天还在涨清白 但是没关系我们留给别人赚 我们要来买空间更大的 我们明天准备要来买进利敦第二 价格介于50到100元 虽然中价位比较偏高的股票 但是我认为大家都还是可以买得起 那一样是产品大缺 明年会大涨 毛利率从三级要上看48% 跟当初的那个康控的 毛利率从30跳到47%的轨迹 一模一样 所以当初康控怎么涨 那再来这档利敦第二 也有机会如法炮制 所以呢利敦三天大涨11% 明天要买利敦第二 这一次诚挚邀请大家 踊跃参与明天将要买进的 利敦第二优势一档 不能不买大标股 赶快跟上脚步 祝大家收视频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先胜评估 镜子